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直视电话 即是郑永迅的手提电话 但经他前天在做节目的时候 呼吁叫大家不要再找他 他是没有机会 或者没有任何特别的途径 他能买到这个票 所以我都今早因为有工作的时候 我都很难取捨 究竟继续去做事好 还是不去做事上网抢票呢 我觉得 幸好我暂时的抉择都是对的 我暂时真的放下了抢票那件事 交给人做 然后自己就继续去做事 不过这样 不好意思 那条队排了几万人那里 都是一直在等着 一直都是买不到的 告诉大家 那40分钟之内是抢不到任何票的 真的应该没什么可能 4万多5万人去抢5300张票 说的是三四十分钟的事 就已经没了 国家的旋风式访港 对于我们香港的市民 或者可能运动员来说 其实如果有一些更高水平的运动员 可以来到有些见面 或者是直接示范给我们看 有一个直接的交流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就一定是有益处的 所以就为什么这么多人去抢票呢 我现在想着另外一个途径 阿聪 不要这么大声 我只是告诉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就想着 如果想看跳水或者羽毛球那些 我看看会不会还有些路边位的那些 就是看看有些居高临下 看下来可能看到他们进场 看不到他们跳水也好 看到他们下车走进场的时候 我想都开心的 你这个想法挺好的 但我有另一个想法 怎样呢 我其实就在报警 相关的那些体育馆游泳馆 请不请人 如果他请人的话 我去洗一下池 抹一下东西 抹一下水 就完全都没什么问题 所以可能我们两个 到时也有些办法 不用真的买票 其实又在想 最想看 我就会想看传红蟬跳水 我想这个是必体的项目 如果你说他的拍档 换上他的教练 陈若霖的话 因为他都是一代跳水的天后 还要美女 对不对 我都挺想看他们 试图一起做这个表演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还是我想多了 可能到时邀请你一起跳 当然除了跳水之外 还有羽毛球 体操等等的项目 其实都是相当吸引 所以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留意 一众国家队的选手 他们的表演 没问题的阿聪 我答应你 人家是消失的水花 我就告诉你 我就做个最大的水花给你 你就看着你 不过现在我们下社交圈 慢慢再看其他消息 阿聪 今天你在这里 我都不可以不大脚踢个球给你 是 我准备接的 是 你要交过来 但我也是踢过去的 那这件什么事呢 因为前两天 我们都在节目里说到 就是有一场秘老的球赛 都是大赛来的 是 现在还在网上封传一些 无论是照片也好 或者是成段的录像也好 就说到赛事进行期间 其中一位队员 因为受伤 大家在照顾他的时候 有一个队员就走到墙边那里 就在那里小解 那当时 就是 之后球证知道的时候 因为旁述很大声 哇 他在那里小解啊 他说中文的 不是的 我翻译的 然后他就说 咦 这件事引起了关注 关注了 球证走过去的时候 一下子就给了个红牌 是 那议论纷纷 大家都会觉得 这件事好像有点 不是那么对 但是是否至于拿红牌呢 引伸出来我想问你的问题 就不是值得给个红牌 吃个红牌 而是件事 我想你作为一位 就是专业的足球员 经常会去不同地方 训练和比赛 有没有去那些地方呢 都真的我们在片段里面 看到那个运动场的场边 都还在搞一些建设 很多泥沙 很多不同的建设用品在那里 环境各样都挺恶劣的 其实就一定会有的 一些很恶劣的环境 就是我们不能选择的 因为通常就是被安排 我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出队去习睡的时候 其实当地的环境 就真的相当之恶劣 那个球场 11人的足球场 你可以幻想一个 长方形的白色线 旁边其实就是河 就是基本上 你大一点 都不用大一点 球是一定会下河的 其次就是 如果你想去厕所 我想你要走五至八分钟 才能回去 再说就是 你去习睡 就是关于一些吃 休息 睡又睡不了 然后吃厨房的卫生环境 真是叹为经止 是完全吃不下东西的 但是你这样说 就令我想起 就是我有些队友 或者我们球员 有时候 因为你没可能在练习的途中 跑五至八分钟回去 去厕所再回来 就是练波的时间很贵 那我们都有一些小技巧 去帮我们处理这件事 我很想知道 这个如果不是球员 不是有亲身的经历 是没可能分享到的 刺交刺交 当然这个小技巧 我稍后有机会 我就放一条片段出来 大家自己去看 现在就不太适宜去示范 但是呢 其实整体来说 的而且確一些设施 设备 环境 对于运动员来说 是真的很重要 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急需 要去小解 而去不了 那些五至八分钟 那么远的洗手间的时候 可能站姿各样 男女有别 大家如果想知道 究竟场程是怎样 关注一下 观众的一些社交平台 他可能会拍片 这个我相信 运动员都要调息 除了调息一下 究竟下场的时候 有没有压力这个心态之外 在这个训练 或者比赛的过程 如果那些说 吃又吃不好 睡又睡不到的那些 其实都很影响整个训练的表现 其实就一定是 所以你看到 现在可以说 是当今世界上 中央被称为最专业的球星 施朗拿道 就是他睡觉 吃东西 其实所有东西都说得 很无微不止 是 这几天 施朗一向都是话题点 近日他也杀入了社交媒体界 一天订阅的频道 已经超过800万 所以又打破了奖 有些人就揶揄他 美斯就拿一些重要奖项的金牌和银牌 他就拿社交媒体的金牌和银牌 就说他的流量 所以我想施朗永远都是一个话题 因为最近都关注到 究竟他就好像在那里官宣那样 就自己和这个拍拖多年 帮他生了小朋友的女朋友 应该就成为了施朗太太 这件事以外更关注到 究竟他在球场上面 对着一些队友 做出一些不太好的行为 大家会觉得 上得足球场上都是一些君子 不要做一些不君子的行为 有说到他在球赛期间 可能觉得队友踢得不好 表现不好 在场中就好像做一些派钱的动作 就是求会请你回来派这么多钱 你踢成这样 另外一些就是直接说 这些球很差的踢得 做到一些不太好的行为 搞到队友都有离队之心 你说怎么办 没办法了 他就一人之境 但我相信他不可以尽兴 因为现在他真的赢不到冠军 尼玛踢了几场 几个冠军 他这么努力都不行 但是施朗的人生 或者他的历练 我相信在他这个位置说话 有一定的说服力 但是也不等于可以做一些过态 或者过分的肢体语言 因为有时身体表达就是代表了一切 是 你怎样去表达踢球 也不是踢一个人 你十一个人 你都需要你的队友 没有其他队友 你就赢不到 所以我想去到已经年届 接近40岁的施朗拿道 其实都真的可能 那团火虽然还在 但是那团火也有少少过了位 但是这一件事 真的要等他自己去再检查 为什么他拿捏这个位置 好像你这么说 我都很欣赏他在足球上面那团火 管理好自己 你看到他对自己的身体要求很高 有空看他的社交平台 看到他背着小朋友在那里做掌上压 他吃的东西就真的很管束 这件事不是人人都做到的 但是把这件事放在对制的运动项目上面 兼且如果你说觉得队友表现不好的时候 你有这样的动作 或者一些身体要言的时候 实在真的需要去调教一下 但是说到调教 回到香港这里 我们这几天都说到 兼且有港超联的前瞻 不同的球队 都有一个分析在这里 或者介绍一下他们 说到这个足球 真的 又转到我的球给你 来来来 交来 不好意思 球还在我脚下面 交来交来 港超在8月30日的时候 开轨 有第一场赛事 标准流浪对东方 在这件事上 今次这个球队 由以往的11支 去到9支 赛程各样安排上 有什么大的变动 没有那么运用VAR 而今年 好像揭幕战 我们东方对着流浪 就放在星期五的赛事 所以 希望在不同的日子上 上演一些比赛 可以动用到现在的科技 贴合现金的足球 这个也是其中一件事 虽然对数是少了 但是对于香港足球整体来说 今年也是成立了U22的联赛 其实在一个赛会制里面来说 每一队的U22球员 有三名球员 每个月可以获得四千元的资助补贴 而且是长达十个月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香港足球来说 其实可能是一件破例 或者叫做破新一点的事情 因为如果我们太搜救 都是用好足球的概念去搞足球的话 其实就搞不起 所以就看看 未来会不会在不同的政策上 有些改变 希望可以吸引到多些人流 最重要是什么 大家都进来看球 大家都入场看球 才是最重要 所以就希望香港足球 慢慢会有多些的观众去支持 而且你知道 也有一些年长的朋友 很喜欢入场打一等去看球 更加我们希望 能吸引到年轻的球员 对不对 还有粉丝们一起去支持我们 不同年代的球员 我儿子也有看你的 他很熟悉你的 拿签名 忘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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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队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北区了 上季他们先首次精箭顶级联赛 以第八位完成 算是不过不失 不过去到季尾 受到假帮案影响 不多不少都打击了球队士气 新球季球队重新出发 原本的助教包家耀 接手成为主教练 球队方面有多人来队 而新加盟的就有12人 四位室外援称一色都是巴西兵 包括前锋舒拉普 易锋古杜拉 中场帕杜哥斯达 后卫基拿美 本地球员就包括门将 庞卓熙 波比 简加亨等等 鲍sir在球队开操时就说到 球队阵容变化带 而且有不少年轻球员 首要任务是要加快球员融合 球季目标就是减少失球数字 以稳阵为主 希望可以排在联赛榜中有 同时希望培养年轻球员成长 球迷都希望北区远离是非 球员就尽全力踢好球 和各支球队一拼到底 到底北区新球季会踢得如何 记得黏着我们港台体坛123 紧贴港超联最新战况 很厉害,Sport多面看 但我今天就不会左面拎右拎 我的头就只是拎着一边而已 因为所有的重要人物 即是C位的人物 全部坐在我的左边 包括有梁冠聪 我的好拍档 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 即是巴黎蚓奥运会 香港轮椅羽毛球的代表 是陈浩元Daniel 你好,大家好 欢迎,欢迎,欢迎 你觉得我介绍得相当有气势 是的,这个环节 我们谈过了刚才 我是准备这样 我想示范一下可以躺平 给你们多一点交流 不要妨礙你们 好,你有你的态度 可以练习的 现在我在做APPs 所以我要练习更多 今天很开心 昨天我们跟团长聊天的时候 都在这里说到 今天就请到陈浩元 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Daniel经常会出来 去不同的活动当中 希望可以告诉别人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 就算你身体有任何一些障碍 都好 其实都会阻挡不了你去追梦 其实你就是 被我看到你是吸引到我的 就是你那种就是 博尽无悔的精神 现在其实都成为了 我的人生再有名 是,其实我就是为了 吸引你看我的帖子 可能未必是真的 成功了 成功了 说回当时 其实当时 就是东京奥运的时候 我都记得你说 不知道还能否继续打 东澳之后回来 我们都很紧张 追踪着 整个社交平台 你怎样公布了 接着就说 不行 我要去下届巴勒奥运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 是的 我想第一个做这个决定 就是周期短了 因为上一届 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等了五年才去奥运 因为我们 延伸了一年的奥运 东京的奥运 原本2020年 到2021年 变成奥运的组织 变成了三年 所以 其实大家都 不难发现 过了今届 无论是奥运还是残路之后 特别多人退役 其实因为 大家都是 捱多一个短的组织 然后就 一个八年的组织 退役 因为原本奥运织 是四年四年 现在变成五和三 很多人打算捱多一个组织 另外一个就是 我都要衡量一下自己的伤患 因为由三十六岁跳到去 我想阿聪特别明白 我现在三十九岁 伤患来的时候 真的不是玩得容易 所以都要衡量一下 但是最大的原因 令到我觉得可以打多一届 就是因为上届奥运 是很不尋常的 很不正常的 一来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没有出去比赛 有两年时间 我没有见过我的对手 差不多是有两年时间 没有见过 鱼毛球运动 我一出去第一场 就打奥运 这个是奇怪 第二就是 没有观众 我经历不到一届 因为上届东京 是第一次有 残制人士 羽毛球 入去正式项目 所以是我人生 第一个机会 可以打到奥运 打到了 但不是一届正常的奥运 没有观众 就算家人买了超过五十张票 想去日本看我 也看不到 所以我又不太奮契 所以打多一届 今次家人都会去支持我 很严重 我想家人一定会很开心 是的 刚才 这个可能是 原本是一些结尾的问题 我不想这么早去问 但是刚才你又提到 我觉得要真的 盛着这个势去问 就是 会不会都想 在一个很正常的环境 可能有很多观众围住 不论 其实我觉得可能 最终的成绩是怎样 未必是最重要 享受才是最重要 是 会不会想留下 这个美好回忆 给自己去 叫做在一个 career path里面 作为一个完美的句号 其实上届 东京都 美好的 是的 因为 迫着全香港的人 不能去日本旅行 不能去其他地方旅行 迫着一定要在电视上 看我们 上届二十四位残酷的运动员 今届二十三位 迫着看我们上届二十四位 运动员的比赛 都还不太好 希望今年大家都看 这方面 我都好像阿聪说 我都希望 一个甜美的记忆给自己 因为我老了在公园里 没有东西跟年轻人说 在数据一些故事的时候 当然希望可以告诉别人 真的奥运是怎样 安排是怎样 观众的声浪大到 你波声都听不到 我希望可以有这些经验 可以分享 如果最好 成绩 结果都是好 这件事就完美了 因为我都说 很关注阿圆的社交平台 常常看看 究竟他训练又怎样 最近有没有什么想法 安排 有什么活动 我就很少见到你放负 说真的 是真的 你很多时都是很正向的 但是 如果你说到 自己好像有些乏力 因为伤患 不知道自己的表现是怎样 真的见到你那种的痛 或者有时见到你的千字文 真的会追体 因为想看看 事件进展是怎样 在这个阶段 即是冬奥之后 决定要打巴黎奥运 这几年里面 你经历了些什么大事 我想经历多了 我伤患这个对我来说都是深刻 因为以前我想 我们都是做正常拉筋 正常的治疗 正常的放松 就OK了 那我们 譬如我们体育学院的职业运动员 我们每个星期 就最少25个小时的训练 其实我们平均 一个星期都超过30个小时的训练 但现在除了30小时的训练之外 我有超过10至15个小时的时间 是要做医疗 其实每个星期 10至15个小时的时间 做医疗都是多长 很多 那包括 譬如我们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大家都可能看到我们上身 是要比较健碩 因为我们所有的动作 都是来自腰腹和手 那我们会有网球手 角腰肤球手 肩膀的伤患 那我们最严重的伤患 就是腰 那我在腰的两側都 那些神经线都可以 那些洞洞都开始收窄 会磨到神经线 和追尖盘都有事 那最长的 试过连续13至14个月 都要吃止痛药 才可以练习到 都吃到 不知道这些药 还没有反应 是这样 因为呢 还有之前 都访问你的教练的时候 都说到 那个训练 希望可以怎么做得好的提升 就是他都辛苦 你又辛苦 大家摘几千个球 他就开几千个球 这样 这件事不是间不中做 不是一个叫做挑战 不让我和阿聪在一个活动里面 宣传123的 走去去试一下 而是你每天训练里面 都要有这件事 其实那件事 有没有吃力感出现 都会吃力的 特别有时自己 其实我想阿聪很明白 我们通常都是教意志 去顶各每一部分 每一个训练 但有时痛 伤患 或者有时在比赛里面 带一些沮丧的感觉 会令到我们的意志 未必捱得住 但是我觉得 普通的运动员和奖牌运动员 普通的运动员和顶尖运动员分别 就是你沮丧的时候 依然在做那件事 而没有停了我一刻 那你就被人多了一课的时间 的训练 你就赚多了一刻的训练 所以如果有一些普通的运动员 他去到一些难关 我不如休息两天 或者我调节好 我才回来 但其实顶级运动员 是经常遇到不如意 但他依然坚守在我的训练里面 刚才我听到你们提到施浪 我想他人生很多不如意 常常跟美斯比较 出身场都被人叫美斯的名字 但我想他不会有一天 会放下他的训练 这些我想就是 普通运动员和奖牌运动员的分别 阿元 我想问你 为什么你常常说 阿聪你会明白的 你已经说了两次了 是否阿聪就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员 你为什么不在乎韩尔 不是 我下一节就会说 阿聪明白我运动方面 但在社间媒体那些 就是你多明白 你说很强 陈浩元现在 不单只是运动精神方面 而访问技巧上面 都提升到100分以上 但是他所说的东西 我相信是很真实的 因为刚才他已经带出了运动员背后的伸算 就是其实可能大家以为 训练是最牢碌 治疗那一部分 其实都很痛苦 那这一件事就是说 他提到是顶级的心理 就是我相信 Daniel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这一件事是他top of the top 就是他一定是排在最线 就是未必是训练捱得过 痛苦捱得过 而他的心理是令到他可以在这里 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 其实都是很值得大家去借的 和是一样这么有说服力 是的 还有20秒左右 我们要休息 我都要问一句 团长昨天就说自己未执行李 你星期六和团长一起颁寄过去 你行李执了没有 我们都是跟团长的指示 我都是未执的 那我们回来继续要讲一下 这个执行李方面的话题 到底阿袁今天 我看到他好像带了些东西 上来放在这里 我稍后叫他介绍一下 我相信都会带他去巴黎奥运 什么来的呢 稍后回来再说 好 继续回来港台看坛123 今天节目主持有叶稳怡和梁冠冲 还请来这位好朋友 在出发之前上来我们节目 跟我们讲一下备见的情况 以及收拾好行李没有 行李里面带了些什么 有些什么零食食物带过去 不过这个应该都是 问了营养师可以带的 绝对是 所以就 礼拜日就出发了 其实现在的心情方面 我知道就未抽签 出发前是两小时抽签 即是说你上机是否会 战战敬敬敬 究竟抽好签名抽坏 怎么算陈浩的 怎么算 我想我会尽量下降 因为你有12位选手 分4组 每组有3位选手 我尽量存好他们的影片 那我十几个小时就不看电影了 那我尽量看 我知道了对谁了 那就拿他这边出来看看 不过也是好的 不要坐飞机的时候抽 下机的时候才知道 我都有多点时间准备 但是这个我们说知己知彼 百战百成 我相信就不是那一刻你才知道 其实在这个备战的过程 尤其是大家在一些不同的比赛里面 都有对过手 也有些又说是你的宿敌 不过我又觉得你也不会背着这件事去 因为知道对手的打法 像你所说的 美元大辉 他跟你的差距是少少年龄问题 这个我觉得你应该已经克服了 好多谢你这么保守 那小小的年龄 是没错 是的 没错 不过我想尽量自己不要被 阿V说得对 不要被那些包袱 特别自己是最后一届 然后你会数着打这个对手 就最后一次 如果输了给他就没有仇报 赢了他他就没有仇报 尽量不要被这些困难于自己 如果真的想享受 巴黎的奥运巴黎的残路 就尽量不要想这些 不过我的紧张感 以我的经验好像上界东京 都是现在就可以很得戚地 厚轻轻的 去到巴黎的 看到场馆 看到对手到齐了 就开始紧张 但这次你们香港轮椅羽毛球 去到的时候 羽毛球的比赛 都是在大王宫那里 还是在哪里 不是 在一个叫Adidas Arena 就是在另一个场馆 所以就不在大王宫那里 对啊 余翠怡告诉我她在大王宫 对啊 我都很羡慕翠怡她们在大王宫那里 这样打 但我们就在另一个场馆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说羽毛球 尤其是羽毛球 很轻 看见證澳的赛事里面 他们在哪一个区域的场上打 好像风等各样都有影响 这件事你们星期六 飞到去的时候落地有多长时间 去感受一下场上去 这样试一试呢 我们29号开始比赛 我自己就30号才开始比赛 第一天我轮胸的 所以其实24号我们飞到过去 25号之后 我们25号下午都应该会开第一节 25号 下午都应该会开第一节 25号 26号 27号 我们有四天时间 在个正场馆那里做训练 就好像阿V所说 那我们又试一下风 灯光也是一件事 因为有时去灯光下面 你会见不到球 风向 场地 特别是我们在轮椅 看看木质够不够绝的胎 我们都会试的 那我们会趁那四天时间 尽量适应 那譬如如果那场地 可能有一些风向 灯光 令到你带来一些很严重的困扰 过往参加的一些比赛 通常这些是可以怎么解决 可不可以跟主办单位去到沟通一下 譬如那灯真的太惨 暗一点 或者风太大 可不可以交叉 会不会有这些情况出现过呢 很难 因为他们如果很正经地说 他们无论是灯光还是风 都是因为有很多观众 他们都要满足 如果场地很烤 就会令到他们可能不舒服 不舒适 但是另一方面 在竞技角度 他们可能的风向灯光 是帮到东道主 他们自己国家的对手 那这些都是 因为他们可能在那里连续很久 或者他们已经很适应 这种模式的风 的灯 所以是有助他们得到很成绩 所以通常都是投诉无效的 就是主场就是主场 是的 没错 坐客呢 你就要自己习惯一下 是的 其实刚才第一个环节 我们也有提到 就已经时间三年再准备 是不是身体状况 也都因为一些伤患 带来了一些困扰 其实在两界之比 对于你来说 现在的身体状况 你要克服 或者在训练的程序上 会不会因为伤患而调整了 自己都有 其实想过打多三年 会不会令到体能下降 强度下降 但结果是发现 毛周至阿V 上次访问学童教练 就是限定一折二三千个多球 其实就没有 没有特别因为这样而下降 但是反过来 他就是令我要更加注意 譬如你要 譬如现在我每一折去打球之前 我差不多要有45分钟的 拉筋和20 我才可以开始落到场 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不断地拉一下 然后在墙上热 真的没有这回事 另外又多了十几个小时 医疗和治疗 你就唯有用自己的休息时间 去做一些额外的辅助的运动 拉筋等等 令到自己 我每个星期三十个小时 依然都这么有质量 所以我相信是 其实是好了 还有阿聪 你知不知 阿圆圆跟你一样 他很自乐性的 在食物方面 因为譬如你落场要粗的时候 你也不会随便慢慢去吃火鍋 是 但是他和他吃过东西 他真的 因为他说他自己容易吸收 是 意肥 他那些面包 大家都是 我的事情就修飾了 容易吸收 是不是好一点阿圆圆 是 没错 然后他会说 可以了 吃包酒油 夜饮又不要糖 就是他会很管束自己 在饮食方面 今次的预备上 是不是继续严格管通 在严格管通的同时 我们都害怕 因为我们都听 Able他们去奥运的时候 都说 我那些食物都挺有特色的 你又修飾了 肉又特别硬 米又特别生 真的很有趣 新年牙力 而且早餐又特别冬 好像没什么热食 因为我在香港是惯了 吃热食 所以我们都特别带了自己的食物 我特别带了很多白饭 因为我这里有微波炉 要确定自己有东西 可以赚饱自己 你是不是带韩式丁丁饭去 是啊 就是一碟一碗 起码白饭 然后我这里一定有汁 起码我有个汁的白饭 什么都不管了 可以吃 有餐饭吃 是的 还有我们都怕去到球场附近 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吃 有什么可以吃 除了说我这里的开放 是一栋食之外 我们都有时在外面 你真的找到食物都会怕 会不会过不了药检 有些危险 我们都要考虑这一方面 所以白饭就最没死了 这件事 所以可以说是生存的最基本要件 对 维持生命 对 千万你好一点 因为之前Able那边试过 就是带饭煲就没带米 你说了行为有些东西 昨天我们才说完 你又太直接了 他说带了凡风 忘了带米 忘了带米 所以你就应该没有这件事发生 当然了 你饮食方面就齐全了 已经准备了 是 战车方面又怎么样 是否已经俄碌拆掌 准备好了 不是那间航空公司吧 好一点的 但是我们为了安全 因为我们正常出去比赛 我只会带一部战车出去 因为这次大型比赛 我们就特别带了两部战车出去 除了有些什么事都好 我都有后备 但是我这么说 因为奥运或者亚运 这麽大型的比赛 我们除了人的第一部战车之外 大会都会安排 有二支和轮椅的第一部战车 立即会帮你整 还有在选手村 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急救站 有一个维修站 但我们都会害怕 会不会有些零件它没有 又或者它担长 随便移动就算了 始终轮椅要求 轮椅要动 它对轮椅的性能 都是要求很高 所以我们尽管它有第一部战车 尽管它有第一部战车 尽管它有第一部战车 但我想说第一部战车 基本上可能都要知道 究竟有什么车进来整 是 需不需要呢 你们要布定你的车车型的号码 型号给他们 不用 但它有好像香港的车房 它有大牌子的零件 如果你有第二部战车 就有第二部战车 不行 它就要看有没有山寨的东西 先用到 但如果真的没有 有时真的没有 那就没有办法了 都可能要自己带定 可能如果战车上面 有些很特别 很特别的零件 就可能要带定 那这里有一个问题 好奇去问 你有两部战车 是 会不会说 如果你有一部是用开的 其实灵活性 或者融入程度 一定不会高 热身了 已经是人车合一 那会不会在训练的时候 你两部都需要去磨合一下 还是 我用这部 然后然后 万一Touchwood有什么事 我上第二部就可以了 不是的 都差很远的 尽管两部是同牌子 同型号 都是当我新订造的 一部是当四年前 一部是当一年前 尽管是这样 但是 都有少少影响 我可以这么说 如果 我Touchwood 如果我正常那部有什么事 换了另一部 我想都打 二三十个百分之后 都多的 那个影响是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会大概 可能在动作上 转向神 对了 有什么影响呢 虽然暴轮椅的设计一样 所有东西都升车一样 但始终你没有用开 它那些练乏 未必那么顺利 又或者它所有 你的东西是说话贴身 但是有些东西 它的模型是因为你用得多 它才贴合你 那我没有用开的 就算是我们用开一些 是金属做的 它都会有软的 它都会因为你的身体 包住你的身体 差了一点点就差很远 因为我们有时候 推脚轮椅除了手之外 其实我们的身体一摆动 脚轮椅都跟着你动 我们都绑住了 但是就是差了一点 我们就会有影响 是的 我也相信是有这种东西 譬如我们戴那个耳朵 你虽然同一个牌子 我配备多一个 但是那个好像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的身体的热力 令到它好像跟我的耳朵 贴合了 是有这些不同的感觉 是 但是这样的 今次行李还没收拾 但是饭已经买了 但是你的吉祥物 好像今天都已经带上来 和我们介绍一下 吉祥物 是不是你身外的人买给你的 是的 是我太太买给我的 就是这一只蘑菇仔 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买这一只 但是原因就是 其实她在2011年买给我 都已经是十几年前了 那时候科技没那么发达 不是说去到每个地方 都有资料卡买 你可以跟她聊到电话 那我们运动员 我不知道阿聪有没有 我们经常要自己聊天 就是很多负面的东西 我要找人聊天 但是你又不想给自己 那些不好的东西 给人知道 有时自己懦弱的一面 你又不想被人聊 但是我又要说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人 跟我说话 就是有个树窿 我看到就说有一只公仔 每次出身队 他就会陪着我 由于一年到现在 就从来没有离开过 我出队的那个队 所以看到他有少少 少少仓佬的感觉 但是都无损他的幸运 我觉得这个是 历史痕跡的味道 随着岁月 当然会变了有些味道 有些颜色 但是事情也是很温暖 是的 即使现在 我需要和他聊天的事都少了 因为科技发达 我可以真的和太太聊 但是依然他都会陪着我 我想他去过五大洲 四五十个国家 所以他都很多理数了 但刚才说到吉祥物陪着你 而今次阿袁都已经说到 自己都有目标 除了你说享受整个比赛的过程 被占的过程之外 希望上次东京的残傲 就同牌 想转一转色 这个是否已经 都继续向着这个目标 加强了自己这个心态 都是的 因为我今次和上次一样 都是用世界排名第二的 设计进去 当然 我想很多人想 我世界排名第一就是金 世界排名第二就是银 当然如果是这样 我们报完名 就直接颁奖派 不用打 但是我们进去 如果我又跟你说 我只是想享受比赛 我不管名词 你会觉得 会不会太保守 所以我们都会设定一个目标 我想踏上颁奖台 会是 自己很想也希望做到 那上届是同牌 但是觉得这三年 自己真的放了很多功夫 放了很多心机 而且都真的付出了很多 去打这三年 所以真心希望可以自己 可以入到决赛 然后真的将奖牌 转一转颜色 那就令到自己在人生 最后一个国际赛事 就有一个好的收尾 我都相信你可以是 更进一步更上一层楼 如果说到奖牌 相信每一个的运动员 都会有很多的收藏 以及很多不同的价值 而你今天这一块 就价值连成 如果那个镜头 变一变下去的话 价值连成到 其实是看不到 什么价值 看不到什么价值 可以介绍一下 很多人问 你最珍贵的一块奖牌 是什么 我拿过大一点 六七次的世界各表赛奖牌 两次亚运奖牌 以及一次奥运奖牌 他们以为是这些 但偏偏就是这个小小的 我想大家都猜到 它是值几元的一个奖牌 八个四号官 当然它的价值是无价 它就是我在09年第一次 参加全港 一种残制人士体育协会 搞的全港的 邻居羽毛球运动比赛 那时候我是刚刚打了 邻居羽毛球 刚刚在意外中康复了 然后刚刚打了 邻居羽毛球 我想八九个月 然后我就跟一班 邻居羽毛球的 业余法小友 一起打了个比赛 然后拿了第一个香港冠军 但自此之后 我就知道 原来自己在这方面 是有价值的 是有潜质的 我应该可以发展这件事 我都希望自己可以做到 第一个 邻居羽毛球运动员 结果 就是因为由这块牌开始 我就做了代表队奥运选手 奥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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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手 是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 给你开山坨石的一个基石 是 但是一直走了这么多年 跟你的邻居很搭档 走到这个巴黎奥运的舞台上 都是真的圆梦的了 说真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继续支持你 去看把奖牌转式也好 站上班上台继续 但是问题就是 我们都很想将这件事去延续 作为一位运动员 都想传承下去 是 但是其实 我认为邻居羽毛球 要传承这件事 好像暂时都没有看到 有很多的曙光 是吧 我都经常问一下自己 是不是我太过争灵 嚇走了所有的人 我不准你这样说自己 是的 所以我决定不是向这个方向想 我想可能是 其实都找了很多连接班人 但是结果都不是很理想 我也不希望这件事发生 就是我圆了我的运动员生涯 就在香港的体坦 没有了这件事 因为一个人移 一个项目移 因为一个人的退役而没有了 这件事是很可惜的 我经常都说 如果有一些人想学他 是有potential 我不收钱都可以教 但是 我觉得是困难的 那现在看来可能 最短下一届在LA残路 应该不会有一个接班人 可以接起我的论义 是 但是昨天和团长都说了 他说其实想把这件事 告诉家长听 告诉一些残疾的朋友 就是这件事不是 只是我要去打运动做运动 而这件事都是包含了康复在那里 如果康复的同时 你也有一个擅长的运动项目去做 甚至乎可以踏上国际舞台 其实这件事是很美好的 其实我想大家 不用把运动想到 这么洪水万寿先的一件事 其实他 我想我的最基本就是 每个人 整个人生都要有一个 你的兴趣事好陪陪着你 我觉得可以是运动 再看看我们这些运动员 其实运动除了带给我们 新心灵健康之外 还带了很多可能性给我们 我们突然玩运动 然后让别人认识我们 然后让我们去到残老的舞台 甚至可以达到更加高的舞台 其实这个是运动 带给我们的多面性和可能性 所以抱着这些心态 去玩运动 走多远 我们不知道 就踏出第一步 是啊 阿聪 你作为运动员 你应该是最明白的 我明白的 但你也很明白 我也是 因为我陪着阿元 希望他也继续努力去加油 准备出发的时候 我们全港的市民都支持你 多谢陈浩元 谢谢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体谈大数脚》 今天主持有我士司 那当然不少我何静光 士司 所谓民以食为天 这句话 在运动营养上 同样是适用的 不是运动要限制饮食去配合吗 又问你一件事 你又知道运动前后 应该要怎么吃法吗 那我当然知道 有资料指出 运动前适当地吸入一些 複合碳水化合物 譬如全麦麵包或者糙米 提供持续能力 记得还要补充蛋白质 譬如低脂牛奶或者蛋白棒 这样就可以帮助到肌肉修复和生长 运动后呢 考虑不到的 运动后的恢复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候就应该吃一些 含有优质蛋白的食物 譬如说鸡胸肉或者鱼类 可以帮助肌肉修复 另外适当补充一些维他命和矿物质 都很重要的 那师傅 健康的食物在运动当中 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健康的食物为我们提供运动所需要的营养素 好像绿色蔬菜 它含抗物质和维他命 能够帮助我们提供免疫力 修复肌肉 食堅果类的食物 它含有丰富健康的脂肪和蛋白质 又提供热能 有时候大家都会觉得 运动员直接去喝浓缩果汁 就可以很快地补充营养和水分 听乐此诚程程师傅 是否真的 虽然果汁提供一定的营养和水分 但浓缩的果汁 是会增加肠胃的负担 反而是会营养肠胃的吸收 兼且过量的糖分 是会导致体重增加 所以选择适当的营养補吸 是很重要的 那你又知道健康食物 对运动的表现和身体恢复 有没有实际的影响呢 当然有 适当地去补充健康食物 可以提高运动的表现 加速身体恢复 为我们提供了必需的 营养素和能量 今天我们谈了很多 关于健康食物对运动的好处 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 健康食物在运动中的重要性 是的 运动和营养是相互相成的 只要我们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 才发挥出最佳的运动表现 既然吃东西那么重要 师傅不如我们去吃东西吧 好 我请 这么客气 请我们吧 不如 我刚才跟陈浩元说 究竟浩元喜欢吃什么呢 我说水果方面 原来他喜欢吃那些很爽的奇异果 然后我说很爽的水果 但奇异果不爽的 然后我觉得你答得好 答得没有 你说这个答案给观众听 就是因为他吃完奇异果 感觉很爽 就是这样 所以他怎样都是爽的 他是很喜欢吃的 梁冠聪很棒 都说你是运动员 阿聪你明白的 我明白的 这个是今天的金句 我明白的 没错 那说到吃东西方面 真是说真的 你是一位专业的足球员 那会不会在一些大赛之前 都管控好自己 譬如真是容易令到自己腸胃不舒服 就是预生生 生东西那些 又或者打边奴那些 你都不会吃的 其实是真的会 不是大赛之前 是其实在我们in season比赛的时间 因为我和Daniel都一样 都是肥仔底 所以基本上 我们是要很节制的饮食 但是虽然虽然是什么呢 当我自己不开心 其中一个令到自己开心的方式 就是吃东西 就是吃东西 阿袁也是的 就是吃东西 可能吃东西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其实在一般来说 是真的要很节制 要不然你的磅数 会影响到你的运动量 其实整体的表现 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不是单止是大赛前 因为我们小时候出去集训的时候 其实那些教练已经开始教育我们 生冷东西一定不能吃 冰淇淋 气水 这些一定是煎炸东西不能吃 所以其实由那时候 已经传递了一个讯息给我们 你必须要吃得健康 但是我妈妈教我就是不好吃的东西 你就不吃了 说笑 妈妈你不要生气 妈妈没有教我 我自己说 有些朋友会问的 你喜欢吃什么 我很多东西都喜欢吃的 那有什么不吃 我不要吃的东西 我就不吃了 但是我会觉得 就是要自己看回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真的容易腸胃敏感 那些的时候 不要说大赛 像刚才阿聪这样说 基本上是整个季度的时候 都要好好管控 让我们出咪和声音的时候 都会漂亮一点 对不对 好了 今天多谢我的好拍档梁冠 也多谢大家收看 明天再见 明天见